据报道 11月30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北约外长会后的采访中 对中方进行多项抹黑攻击 对此在今天的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中指出 美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 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赵立坚指出 美国才是胁迫外交的始作用者 和极大成者 从武力威胁到政治孤立 从经济制裁到技术封锁 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演绎了一个个 胁迫外交的教科书式案例 美国散布虚假信息记录 数不胜数 从冷战时期发起 只羹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到新世纪 借洗衣粉 白头盔 对伊拉克 叙利亚 发动战争 再到编造世纪谎言 污蔑中国治疆政策 美国炮制假证捏造假新闻 早已为世人所供知 赵立坚指出 滥用武力在世界各地搅局的 恰恰是美国 美国军费总额高居世界第一 相当于其后九个国家的军费总和 美国建国近250年来 只有16年没打过仗 在全世界各地 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 美国在伊拉克 阿富汗 利比亚等国 开展军事行动 造成无数人道主义悲剧 美国的军机 军舰 频频到世界各地 耀武扬威 到底是谁 在破坏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 事实一目了然 赵立坚强调 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从不搞胁迫 从不散布虚假信息 美方应当立即停止 对中国的抹黑攻击 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赵立坚在记者会上也表示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不折不扣地落实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共同确立中美两个大国的 正确相处之道 总长室记者 北京报道 总长室记者 北京报道 您的口袭 您的口袭 您的口袭